字幕 李宗盛 經常聽人說開心買鞋不開心又買鞋 所以看我Andy Lin有多少鞋 有最紅的Lover 最潮的球鞋 還有可以令到我們增高自信的鞋都有 所以經常出街都要用很多時間想 今天穿甚麼鞋好 我有時都很羨慕舞蹈員 可以一雙鞋就可以又跳舞又出街 這集SCTV終於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來找來Kevin 還有Alina 跟我們介紹比較多跳舞人喜歡穿的牌子就是Vans 不如兩位可以跟你說一下你們喜歡穿Vans的其中一個原因嗎 不用說了 豆腐 當然是Easy Carry 待會兩位就要跟我們示範 怎樣穿Vans跳舞才夠帥 我以前穿的球鞋都比較厚 Vans的鞋底比較薄 跳舞上會感覺到靈活多些 Vans的鞋底我覺得它比較咬地 所以腳掌和地下的關係都比較密切 所以我一點都不理你 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會穿Van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冬天的時候不會穿拖鞋 夏天的時候也不會穿長闊 所以一對Vans是最方便的 而且它夠輕 所以我跳舞的時候 所有的動作都很輕鬆 另一個受跳舞人歡迎的牌子 就是飄馬 所以我們這集找來Honboy 和我們分享一下飄馬的心得 我有做功課 Honboy 我看過上網的影片 很多人以前是穿飄馬去玩breaking 是否真的呢 其實是真的 無論以前 現在或是將來 都是很多人穿飄馬的 因為其實是夠輕夠舒服 和夠cool 待會Honboy會穿飄馬 和我們示範 如何跳breaking的 可以穿飄馬的 我喜歡穿飄馬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它夠好看 如果你說給我跳舞的話 我練習或是battle的時候 它夠輕 那麼穿下去的時候 我會吃力多一點 腳會很痛 所以我就喜歡穿飄馬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以前的人很喜歡穿飄馬 是因為外出可以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送兩條鞋帶 一條是basic的油 一條是粗的 我是很喜歡這個粗鞋帶的設計 所以我就很喜歡穿飄馬 就是這樣 今天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到底我剛才穿飄馬的什麼鞋帶呢 第二個問題 我最喜歡飄馬的什麼鞋帶 各位觀眾 記住 我們這次的問題 要答上兩個答案 你的答案 最多Like的話 就會得到 Students T-Shirt Yeah 希望而是有兩位 每位都要獲得到T-Shirt一件 大家記得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們的IG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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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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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desert itt小三市 歡迎光臨 我們收到 訂閱